您好 欢迎收看3月2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萧佳慧 清明节将至为了方便民众扫墓 花莲市公所即日起进行左仓公墓 除草整地喷药除虫的准备作业 而其中BC两区使用年限到明年2月底即将届满 因此市公所也将会在年底公告签账 请家属成立配合 清明节将至为了方便民众扫墓 花莲市公所从即日起进行左仓公墓 除草整地喷药除虫等准备作业 25号一早市长魏嘉燕也在清洁队长吴庆展 殡葬所长陈伯新的陪同下 前往现场进行关切 BC区的一个除草的一个措施 跟除虫的一个措施 那在这边也提供了服务站 服务站的相关的内容有我们目击的查询 我们签帐的咨询 还有检疫的医疗的服务中心 然后还有矿泉水跟我们防问医的提供 那也希望说我们市民 或者是我们外地 我们回来要扫墓技组的一个市民朋友 我们希望到这边有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服务 那在这边也要特别提醒 不管在烧金纸或者是抽烟的这个部分 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 因为有可能一不小心就晾成一个火灾 那这边也设立了取水站 也希望说来的时候民众都要准备一下 为了应对亲民廉价涌入的扫墓人潮 华联市公所整合警察、消防、交通、环保 全力投入亲民扫墓服务工作 并会在4月1号到5号的每天上午7点至下午4点 针对扫墓区域进行交通管制 而其中BC两区的墓基使用年限 到明年2月就即将借满 因此市公所也会在年底公告千丈事宜 请家属全力配合 记者 徐底勤 华联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